在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竞选白热化之际 虽然对于枪击案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 但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当纳的川普 这两名主要的总统竞选人借此相互展开攻击 分析认为奥兰多枪击案引发美国民众对于移民反恐和控枪等话题的强烈关注 必将影响到美国总统竞选人的竞选策略 也可能对于美国大选走向带来一定的变化